三国时期 在侯关县董田村 就是今天福州长乐区的古怀镇龙田村 有一位中医学界的顶级大佬董凤 凡是来他这看病治疗的病人 一分钱都不用你花 而且生了重病 在他这包管给你治好了 但是只要你在山中为董凤先生 灾性五株作为看病的报酬 如果只是普通的流感或者小病 那就灾性一株 每逢这个红杏挂满枝头的时候 他都会在这个树下摆一个摊子 但问题人家不是拿这个熟果子来卖 果子是不用钱的 但是村民们要拿一生骨子 来换走一箩筐的杏子 这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说那你这董凤就是变着法的来赚钱吗 这格局就小了 董凤先生深谋远虑 说有一年的这个村庄里边 闹了非常严重的饥荒 粮食绝收 在危急的关头 董凤为百姓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无偿发放所有的粮食 据说当时仓库里边这个粮食储备足够 两万余人食物所需要 你想一想 这个董凤先生得日夜不休的为百姓治病 通过多少次遗鼓遗性 才能够给村民们累积下这么多的口粮 董凤先生振栽济民 为百姓们无偿的看病开药 为了感谢董凤的善举 人们就自发的在这个董凤先生的家门口 挂了一幅姓林春暖的牌匾 这个典故自此而来 医者人心流芳千年 姓林精神从此也就成为了 医者信仰的一个代名词 福建的姓林精神是非常讲传承的 七百年前的福建南平 法医学家宋慈一生都在追求正义 他精准的验尸 为百姓平反冤屈 写成了喜冤极禄千古六名 四十年前 福建敏青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 为四个月大的女婴 成功的切下了重达六百克的肝母细胞瘤 令世人注目 如今 不论是被这个口罩勒得满脸都是勒痕 仍然坚守岗位的医护工作者们 还是在实验室中 日夜不休推进医学防疫进度的科研工作者们 一代又一代的医家闲事 都让姓林精神在一次次的积淀中 变得愈加清晰夺目 一席白挂 一身责任 一腔热血 姓林花发 甘雨为春 如果说玄壶济世是医者毕生的追求 那么大爱无疆 就是古今医务工作者最真实的行照 福祉旁边六张口 闭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咱们下期再见